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1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华联县消防局在109年 赤之4800万元动工僻静的第二大队高级救护队 及光复消防分队新办公厅社 经过一年多的工期 在今天热闹举行了落成启用典礼 消防局长林文瑞表示 现代会消防厅社不仅让消防员保持最佳待命状态 也可以作为中南区高级救护员的训练基地 要强化中南区的救灾救护能量 县长许正卫消防局长林文瑞及立委副昆 其消防署组长张玉中等长官贵宾 共同拉下红布条 历时一年五个月披肩完成的高救队 即光复消防分队新办公厅社 今天正式落成启用 现场灌溉云集 事实上这个厅社的新建是具有非常前瞻性的规划 那我们消防署也会积极来协助 也就是说滑连线 那事实上在107年到110年 那我们也协助滑东基金 那新建很多厅社 包括这个厅社 那总共有两亿多元 救灾救护的车辆 你吃进来 这些他和弟兄的仿色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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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所有的困难 斥资4800万元 僻尖的新办公厅社 曲线造型的外观 结合原住民图腾元素 内部现代化空间配置 让消防人员都能保持最佳待命状态 也设置作为中南区高级救护员的训练基地 来强化中南区救护救灾两难 我们期待我们的所有停车完成以后 我们会整个消防局的防救灾能量 会我们的拖胎换口 让大抵生能够感到6度以上的水准 亲临现场亲和的县长许正伟表示 近年来县政府与消防局 也积极推动改善老旧消防厅设建筑的同时 因应极端气候下救灾救难救护的挑战 也足以成立特种搜救大队及高级救护队 来提升花莲的救灾救护能量 保障大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要再一次感谢花莲县所有的 锦销必销我们的所有的消防伴伴 能够为我们整个自救救援的能量 不断的突破 以及我们自己的锦销训练战备的能力 能够增强 除了新办公厅设得落成启用 消防局也借此举行2022年度 花莲消防形象阅历 由各月份代言人以走秀方式来现场发表 其分热烈 另外社会企业董事长吕敬狂 也捐赠一辆救护车 期许消防伙伴们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也让花莲消防局今天可说是四喜临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